真是神奇 时间过得如此之快 我们一直在讲这本了不起的书 《使徒行传》 我们说彼得牧师也经常重复讲 这本书还未写完 即使印刷好的《使徒行传》中有28章 我们知道它被续写直到今天真是神奇 也许有一天在天堂里会有写完整的书 我不知道它将有多少章 但是主若肯 我们的名字可能会在那里被提及 希望是一种好的方式 能够成为上帝在地上的事工的一部分 真是很神奇 当回顾过往直到今天 我意识到我们的真相很重要系列 它就像一部电视剧一样运行 对吧 我的意思 当你看完一集之后 你会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有时会有一点悬念 好吧 如果我们要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它 现在让我开始讲 上周讲到真相很重要 上周第二十章的最后两节说 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 同众人祷告 众人痛哭 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 教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 于是送他上船去了 这是上周的结尾 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令人心碎的场景 以福所的长老们 以福所的教会领袖们 他们哭泣 并抱着保罗的景象 他们舍不得让保罗走 保罗也舍不得让他们走 因为他们知道 毫无疑问 下一次他们看见彼此 将是在天堂 今天的情节是在第二十一章 我们只通读前面的十四节 二十一章的其他部分 我们下周日再讲 实际上上个主日 今天和下一个主日 一直到我们的周年纪念日 如果再一次拿电视剧 或者一系列从书来打比方 这就像是逐渐爬升到 第二十二章的高潮 在我们的周年纪念日 会讲这一章 这一切都是那种铺陈 如果你注意到 从上个主日开始 甚至今天和下个主日 我们都会讲到保罗的苦心孤意 这应该能够触动你和我 在我们讲十读行传 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之前 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关于喵 关于猫 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谚语是什么 猫有 猫有什么 猫有九条命 对 现在你我知道没有这回事 但可能是因为我们观察到 在大多数情况下 无论高度如何 猫从上面跌落或跳下 他们都碰巧都会用脚着地 当然猫没有九条命 但如果有一个人活在这地上 似乎有九条命 那这个人应该是使徒保罗 如果大家回顾迄今他所经历的所有事情 他的追求上帝对其一生的旨意中 仍然在经历的事情 为基督而有意识地活着 你会认为他有九条命 但事实是他只有一条命 这使得这一点更加引人注目 就像你一样 就像我一样 保罗只有一条命可以活 你也是 我也是 所以整个想法是 要真正有意识地 充分地为了基督而过我们的一生 现在看看保罗必须去经历的事情的清单 辛勤的工作 监禁 殴打 三十九边 遭棍打 遭石头打 沉船 暴露 所以他基本上不得不忍受人们的邪恶意图和行为 他也不得不忍受大自然的蹂躏 他还不得不忍受来自犹太人外邦人强盗的危险 他也经历过城市荒野海河中的危险 他也有心理和情绪上的痛苦 日常压力的施工 不眠之夜 他也有身体上的虚弱 饥渴 和肉中的刺 现在你我 主若肯 我们可能不需要经历使徒保罗所经历的一切 但你我肯定会得到我们公平的份额 就是在这个世界上的试炼和磨难 实际上 作为上帝的子民 当我们在生活中追求上帝的旨意时 根本无法免除挑战 旧约中最伟大的两位神人 实际上他们一同出现 在耶稣登山变相之中 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时刻 他们做了很特别的祈祷 让我告诉你他们祈祷了什么 你会经过真的吗 他们这样祈祷的 看一看 摩西说 你竟然这样带我 求你把我杀了 你没有听过人们这样开玩笑的说 哦 现在杀了我吧 但那确实是他们的祷告 如果我在你面前谋恩 求你把我杀了 免得我看见自己的苦楚 伊利亚 他就在那里求死 说耶和华 现在已经够了 求你取我的性命吧 因为我并不比我的列祖好 有趣的是 我们之前读过的贝极经文 说你们封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但我们很高兴 我相信他们祷告请求 上帝并没有姻缘 是什么促使上帝子民 做这样的祷告 你我已经遇到 并将继续遇到 各种各样的挑战 那是我们应得的份 其实我们追求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 那看起来像是什么呢 有意识的生活的这整个想法 完全为耶稣奉献你的生命 如果我们回顾上个主日的观点 你需要审视我们的日常行为 我们将我们的时间 精力和资源用到哪里去了 希望我们的行动 与我们的人生目的是对齐的 但最重要的是 希望我们的人生目的 与上帝的旨意是对齐的 在这张图中 你看不到的是 干预 试炼 磨难 挑战 失望 伤害 扰乱 怀疑 分心和诱惑 就是你我在我们的人生 我们基督徒人生常遇到的 这是你我永远不应该难以启齿的事情 那应该是我们人生见证 我确实相信这个礼拜堂里的 绝大多数人 今天我们的愿望是追求上帝对我们人生的旨意 我说的对吗 好 让我来测试一下 如果今天早上你能够说 那是我内心的渴望 我想认识上帝 我想追求他对我人生的旨意 那是我内心的愿望 能否请你与我一起举手 这个礼拜堂里每个人 如果你是这样的 是的 太棒了 真是鼓舞人心 同时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如果在任何时候 当你追求上帝对你人生的旨意时 如果在你的基督徒人生中的任何时候 一直到今天你经历过被伤害 甚至可能被基督徒同伴伤害过 或者也许你很失望 因各种境遇而感到气馁 或者你感到幻灭 你本来期待某事发生 期待某个祷告得到回应 但是没有 或者你分心了 或者被这个世界各种东西所诱惑 而偏离了上帝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当你追求上帝时 如果你在生活中经历过任何这些事情 能否请你跟我一起举手 你们看 举手的同一群 惊讶吗 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正如他们所说的 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 所以和历史上上帝的子民一起 有时候你我可能会受到试探 想要问这样的问题 这值得吗 真的值得吗 你今天早上可能在这里 你知道你自己并不认识耶稣 所以你正在追求你自己的人生道路 你听到这种讨论 关于追求上帝对你生命的旨意 你也需要倾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这个礼拜堂里每个人 你和我 因为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答案 而是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 这值得吗 你准备好去发现答案了吗 我想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但我认为我们需要被提醒 我们需要刷新记忆 你们中有多少人熟悉职业 奥林匹克摔跤或者综合格斗 MMA 好 你们很多人都熟悉 在这种合法的运动中 当你准备说 我放弃 我的对手赢了 我输了 你会怎么做 你连拍认输 对的 你连续拍击 意思是说 我认输 我的对手赢了 我们今天上午的讲道主题是 不要认输 要全力出击 告诉你的同作 不要认输 要全力出击 要为耶稣全力以赴 不要放弃 这是值得的 不管你我要面对什么 都会是值得的 让我告诉你们 讲到综合格斗和不要连拍认输 让我告诉你们这个人 他的名字是Rainy Matias 错号Level 我想勇敢的猜测一下 这怎么成了他的错号 也许他会在擂台上让你躺平 但不过怎么说 这家伙22年来 一直是迈阿密 最臭名昭著的帮派头子 被称为拉丁帮 所以他和他的那群暴徒 搂搂卷入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像闯入房屋 偷窃 枪战 驾车 枪击 街头 斗 和各种各样的行为 当然还有毒品 和所有这些暴力的 黑暗的行为 在那类 马丁内斯生命中的 某一刻 他有了一个女儿 他开始思考 也许我需要稍微调整一下我的生活 所以他参加了专业的综合格斗 正如我所说 这是一项当今非常流行的合法运动 显然他作为曾经的街头暴徒 帮助他成为了一名非常成功的综合格斗运动员 所以他变得非常成功 但他的生命 仍然像以前一样的恐虚 有一天有人斗胆 邀请雷内 马丁内斯 去教会 现在我问你们 你怎么邀请这样的人 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你怎么做 也许你说 嘿 雷尼 雷尼 你想跟我一起去教会吗 但他去了 他听了讲道 上帝触动了他的心 他走上前去 他摇紧牙关 他握紧拳头 向前走 因为他想哭 他一生中 从来没有哭过 那一天是一个转折点 但当然他来到耶稣面前 并在他里面成长 有一个过程 就像我们这个礼拜堂里的 许多人一样 现在他意识到 多年前 他的母亲 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 他迷上了巫术 把他的儿子 Renny献给了撒旦 他们 举行了这个奢华的仪式 你知道 用血 和各种东西 但是 多年以后 他母亲成为了耶稣追随者 他一直在为他的儿子 这个称为Level Martinei的暴徒 而祈祷 最终他认识了耶稣 而今天 这些个人 并没有背弃耶稣 他可能已经放弃了 他之前的生活 但他没有背弃耶稣 因为他现在回转了 分享福音 并为各种人施洗 比如帮派成员 妓女 毒贩 囚犯 上帝正在用奇妙又奇妙的方式 来使用他 上帝子民 你们会说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到信息是什么 不要认输离场 如果你不熟悉这个术语 那你现在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不要认输离场 如果你看到一个基督徒同伴 萎靡不振 欲制消沉 要告诉他 不要认输离场 要全力以赴 这是值得的 这将是值得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讲哪一章 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 我们还没有讲到那里 现在我们会讲这一章 我们 我们离别了众人 我们离别了 这个动词离别 不是像 OK 再见啦 而是像 生离死别 他们 是如此 难分难舍 这里说就开船 一直行到戈士 第二天到了罗底 从那里到了帕达拉 遇见一只船要往菲尼基去 就上船起行 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 他也写了路加福音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作为一名医生 我想这就是他如此 注重细节的原因之一 如此注重细节 这即使在今天也很重要 我们等会也会看到 所以非常注重细节 用他家路语来说就是OC 那是他家路语吗 抱歉 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对吧 那么看看他接下来说的话 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 往叙利亚去 我们就在推罗上岸 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 在使徒行传第21章前三年 为什么要讲这些细节 为什么 他揭示了保罗的意图 怎么回事 好 让我们看看地图 这是他们先前所在的地方 看到了吗 从哥士到罗底到帕大拉 如果他们继续走 他们以前的路线 可能坐小船 他们可能会不得不 沿着海岸线一次又一次的停留 经过很多很多天之后 保罗才能实际到达耶路撒冷 现在要记得保罗的目的地是哪里 是耶路撒冷 为什么 因为他带了经济上的礼物 要给那些在耶路撒冷陷入困境的基督徒 但他不仅仅要到达耶路撒冷 他说他想尽可能在五旬节之前抵达 为什么 因为他有明确的目的 因为他想确保有尽可能多的受众 相信主会给他一个机会 分享他的见证和福音 因为会有很多犹太人从外地 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 所以保罗没有走这条长长的观光路线 他找到一艘明显搭得多的船 他扬帆直行 左车路过塞浦路斯 最终停留在推罗 所以所有这些细节都记得上帝的话语之中 他们很重要 我们不应该就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 忽视他们 当他们靠岸后 照理说找着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找着了门徒 不要记得那时没有电话簿 没有电话簿 他们不能用谷歌搜索 哦 TCF 基督徒团企在哪里 没有这回事 在码头上没有迎接保罗和他们一行人的迎兵委员会 你们知道多年以前 我偶尔会享有特权 重做我们公司的私人飞机 是公司的飞机 国王航空十一座令人惊叹 你们知道座位是面对面的 你们可以在飞行过程中召开会议 所以特别是当我们有总裁和其他职位高管 与我们同行时 我们会前往全国的某些地方 访问我们在那里的销售办事处 不可避免的 当我们降落在停机坪上时 我们走出飞机 特别是如果有总裁同行 那里会有一个欢迎委员会 包括销售经理等等 有很长的 他们还没有放水油部 但是你们知道 就像是横幅或者飘带说 欢迎某某某总裁和来自ABC公司的 其他代表 真是太棒了 但是对于使徒保罗而言 没有这种待遇 所以他们不得不寻找这些人 他们就是这样用心 怎么回事呢 现在让我开始给你们一些洞见 这至少是其中一个理由 保罗为什么要非常用心的 寻找当地属神的百姓 无论他走到哪里 你我都知道 他的心是鼓励他们 兼顾他们 但我也相信 当他接触到上帝的子民时 他自己也非常受孤 比方说我为何这样说 如果你回到第一诗 这一章你会问自己 怎么在菲尼基有基督徒呢 还有推罗 是那块地方的首府 在第十一章中说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 遭患难自散的门徒 你们还记得吗 很多很多章以前 对吧 斯提反遭害的事 跟谁有关系呢 跟扫罗有关 对吧 然后他没有想到 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了 他成为了耶稣的追随者 现在我们第一次意识到 这里说四散的门徒 这里说他们去了哪里 去了菲尼基 就是保罗现在所到的地方 菲尼基 塞浦路斯 安提阿 单单只向犹太人传讲神的话 所以也许这是保罗 第一次见到这些人 这些因为他开始的迫害 而分散的人 你们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 他一定是多么谦卑的意识到 主啊 那时我正处在最深的黑暗里 还有我对你和你子民的恶毒与邪恶 尽管我自己是这样的人 你使用了我 这样多年以后的今天 我可以跟他们面对面 并称他们为我的弟兄们 各位 如果这不能让你们感到振奋 我不知道 并且我相信使徒保罗是如此能干 并且如此渴望向这些人分次灵里面的感动 因为我相信他也从他们那里 汲取了灵里的感动 我相信每次保罗接触到上帝的子民 他的结论是 无论我要面对什么 这都是值得的 我不会认输出场 我会全力以赴 这就为什么你和我需要聚在一起 并帮助其他人进入上帝的大家庭 我们在使徒保罗的榜样中看到这一点 请看我们的意向 请注意 这个现在成了我们的意向 而不是我们的使命 OK 他说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一起读 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主耶稣基督的忠实追随者 在小组中聚会并改变生命 家庭社区和国家为着上帝的荣耀 主要动词是什么呢 这是开玩笑 这是开玩笑 但首先我要清楚说明一点 CCF不改变生命 我们清楚了吗 CCF不会改变生命 单单谁改变生命呢 耶稣 这就为什么一切都是为着基督 这一切都关乎耶稣 但你和我 我们有着荣幸 看到生命被改变 我们自己的生命 还有其他人的生命 让我这样说吧 如果参议员曼尼帕奎奥 宣布他将再举办一次拳击比赛 OK 他把你单挑出来了 他给你寄了一张去拉斯维塞尔斯的做商务舱的机票 然后他给你订了一个酒店套房 然后当然他给你去MGM的票 那就是即将举办拳击比赛的地方 假装你喜欢拳击 我不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喜欢 就是假装一下 OK 然后当你去的时候 当飞机落地时你知道经过一趟美好的商务舱航班之旅之后 这可能是你从第一次你走进你的酒店套房 你很兴奋的进入举办活动的地方 当你走到迎兵处时他们说 哦先生这些是很棒的座位 假如说这里是拳击台 然后接待员带你进去 你的座位就在前排 OK你们跟着我的思路来 那种座位叫做什么 你们还记得那些在体育馆的日子的人 他被称为台边座位对吧 OK就这样 我不热衷于拳击 我不确定 好 谁是你最喜欢的歌手 请告诉我 瞧 好 让我给你们一个答案吧 巴巴拉 是翠山 他是我们最喜欢的歌手对吧 但如果你们属于我的那个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可以选择任何其他的人 所以请想象那个人 所以你从歌手本人那里 得到一张票 尤其本人送给你 你进入了现场 进入了现场 找到有人说 哦天哪 你从哪里得到这张票 他们将你带到 就是这就是你们就坐的地方 就是所谓的台边座位 我们主耶稣给了你我 一个台边的座位 为着人生命的改变 在这个地球上 与看到人们的生命 发生转变相比 很少有什么来自上帝的祝福和荣幸 比这更伟大 你们同意吗 当你看到你配偶的生命 你孩子的生命 你朋友的生命 甚至你遇到的陌生人的生命 你跟着陌生人分享的福音 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 就像是 哦亲爱的上帝 我做了什么 竟然配得这样的荣幸 我看到你在这些人生命中的工作 但是 我没做什么 全靠恩典 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经文 第四节 跟之前的经文一样 找着了门徒 就在那里住了七天 他们被圣灵感动 对保罗说 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哦 修斯顿 我们有问题了 所以显然 他们所有的谈话 并不都是令人愉快和有启发性的 实际上 不断的说 在原言中的意思 他们轮番的一次一次反复 劝说 他们轮流的 一个一个的告诉保罗 他们一个一个的告诉保罗 说保罗 请不要继续执行 你要去耶路撒冷的计划 显然圣灵已经向他们启示 确实保罗会面临很多危险 很多考验 如果他去耶路撒冷 那不是什么新鲜事 保罗已经知道会这样 现在我需要告诉你们 有一些人实际上认为保罗 去耶路撒冷 是违背了上帝 有些人实际上认为他犯了错误 但我想向你们展示 这不是今天讲到的重点 好吧 我不想长时间的争论这个问题 但我们要看一些经文 他们清楚的告诉我们 保罗没有违抗上帝 他不是那种会违抗上帝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他契进了生平 我们还会看到更多 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 有些认为他没有做正确的事 但我完全谦虚的不同意 我们将了解原因 例如 有时候圣灵明确阻止保罗 去某些地方 他并没有坚持己见 他顺服了 比如在第十六章中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弗里加 加拿大一带地方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壁推你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好吧 如果上帝在这里关上一扇门 他会在别处的黑扇窗 这没问题 主啊 一切都听你的 但如果你看保罗的心 他在上周的讲道中 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现在看 被圣灵所捆绑 顺便说一下 这里有多少个圣灵 当然只有一个 对吧 所以不会有冲突 被圣灵所捆绑 我正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 保罗在他的一些书信中 称自己为基督的契约仆人 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契约仆人 就是这样一种奴隶 他虽然实际上已经被释放 或者可以自由选择 过任何他想过的生活 但那个奴隶却自己选择 告诉他的主人说 主人我意识到 我和你在一起 比去别处寻找财富更好 所以我决定 我将在我的余生中 做你的奴隶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会说 保罗是基督的契约仆人 他在这里说 被圣灵所捆绑 我正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不知道在哪里会有什么 临到我 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一遍遍地向我传递同样的信息 说有捆锁和患难在等待着我 这我已经知道了 保罗说到 但他为什么要继续前行 当然这是上帝给他的使命 但请记住我告诉过你们的话 关于他如何想要以同样的方式 鼓励上帝子民 他知道他自己也会受到这样的鼓励 请看他怎样告诉罗马的基督徒 因为我很想见你们 好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坚定 意思是你的信心可能会更加坚固 然后在第二十二节中 他说也使我在你们中间 借着你我彼此的信心 大家一同得到安慰 得到安慰 你们中有多少人是某个小组的成员 我祈祷当你们聚会时 你们会互相鼓励 你们会彼此相爱 你们会彼此原谅 你们会互相支持 你们会听彼此的故事 你们不会互相论断 你们会对彼此负责 你们对彼此将会是开放 透明而谦卑的 因为我们就应该这样的互相激励和鼓励 激发和鼓励 当我们讲述上帝的信实 甚至当我们讲述自己的失败 以上帝如何帮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 这会激发我们对耶稣的热情 让我告诉你们 我真的喜欢跟人见面 聆听上帝 在他们生命中的故事 我真的很蒙福 能够时不时的与一群人共度时光 就是这些年轻人 就像这张照片中的年轻人 你们看CCF有我们所说的 一校学生运动 在这里非常年轻的人会接受培训 成为校园宣教师 看到这些年轻人坚定信念 我感到非常惊讶 他们时不时的会说 您能来上课吗 您能来教导或者讲课吗 有时我会去 有时我不能 但我总是想说 我至少可以和你们共进午餐 我至少可以围桌而坐 告诉我 你是如何归向基督的 告诉我 为什么你甚至考虑成为校园传教师 当然他们也会问我各种问题 来来回回互相提问 但就我个人而言 这些年轻人 使我深受鼓舞 因为在这里 我们这些十几岁 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女们 他们愿意让世俗的野心死去 这样上帝的旨意就可以活在他们的生命中 我告诉你 我不知道我能鼓励他们多少 但我可以告诉你 他们对我的鼓励有多大 如果你今天是将来的年轻人 你现在可以知道一个造型 在这里 年轻人们 是的 现在如果你认为你还年轻 但实际上已经不年轻了 上帝保佑 你知道 无论如何 我们将永远活在天堂 对吧 所以那没问题 OK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段落 过了这几天 我们就起身前行 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妻子儿女 确实家庭中的门徒训练 是首要的事项 甚至在当时也是如此 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 送我们到城外 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 彼此辞别 我们上了船 他们就回家去了 再一次 我相信这是一次 非常艰难的道别 因为你我知道 当保罗一踏足耶路撒冷 如果你提前读过 欢迎大家 鼓励大家这样做 因为我知道 他将会过着囚犯的生活 在他的余生中 差不多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看到 上帝在他的孩子们中 所创造的纽带 这纽带是如此珍贵 如此紧密 是超自然的 我知道在座的有很多人 都属于一个小组 请告诉我 你是否经历过这个 当你们的小组聚会结束时 很难说再见 对吧 我知道在我们很小的家里面 多年我们经历过这个 小说 你们围着在餐桌旁 讨论 祈祷 你说主啊 为了今晚谢谢你 我们度过了美好的时光 当我们回家 是求你祝福我们 奉耶稣之名 你认为人们会马上回家吗 不 好吧 这就像你们知道的 十字架 各旅的 十字架 各旅的各站 所以在餐桌旁说 再见 好吧 哦等等 让我们去厨房 因为我们有东西 要带回家 好吧 倒带 从餐桌旁 移步到厨房 哦 我可以吃一点吗 OK 没问题 然后回到餐桌上说 哦等等 我忘记了什么 我可以为我妈妈祷告吗 好吧 再次坐下来 一次为那位母亲祷告 OK 再见 再见 下次再见 下一站是客厅 好的 再见各位 哦 顺便说一听 下周你希望我们带什么来 一个点点圈 哦不 这不利于健康 反正下一站是车库 哦 看呐 外面的威风 多么美好 是啊 然后下一站 是在街上 OK 那么下周什么时候见 或者谁来提醒呢 然后下一站 是当他们在车里时 这时你们终于说 再见了很舍不得 让你爱的人离去 即使你知道 你会在一两周之内 再见到他们 或者在天堂 看哪一个仙道 但这就是上帝 赐给他子民的纽带 但是你和我 需要建立这种纽带 这样人们就会 确实的知道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这是为什么 在希伯来语中 我们被提醒 我们又应该 彼此关心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 停止惯了的人 都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你们终于有多少人 相信耶稣回来的日子 快到了 哈利路亚 不要浪费时间 要互相鼓励 最好的还在后头 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正文 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 来到多利买 就那里的弟兄安 同他们同住了一天 多长时间 一天 保罗来吧 给自己放个假 到处走走 看看风景 给我们发一张自拍照 但保罗不是这样的 每一天都是珍贵的 每一天都在执行使命 你们知道他有多爱上帝的子民 他是多么喜欢鼓励人 正如他有极大的热情 跟不认识主的人 去分享耶稣 请看他对贴扫罗一家人 所说的话 但我们不仅是他 还有和他在一起的人 他说 我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 如养自己的孩子 不仅是一位母亲 而且是一位如养孩子的母亲 生物学 科学证明 母亲和孩子之间 最亲密的连接时期 是为母亲 如养孩子的时候 如同母亲温柔的 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即使这样爱你们 不管愿意 不但愿意将上个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 也愿意给你们 当我们聚到一起 彼此鼓励 我们给予彼此的是我们 自己的生命 没有什么保留 或者隐藏什么目的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你们看到保罗的心了吗 因为每当他看到上帝子民 他就知道上帝在提醒他 保罗 这是值得的 这是值得的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天堂会举办派对 真是奇妙 耶稣的经济学 真是不一样 但是等等 还有更多的 他又说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公义 无可指摘 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上帝做见证 你们也晓得 我们怎样劝勉你们 安慰你们 嘱咐你们个人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做一个榜样 做一个劝勉者和鼓励者 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你们可以看见 保罗的心 他对上帝子民的热情 难怪他对自己的使命 有这样大的热情 他的使命就是成为上帝的器皿 把更多的人带进神的家 你们还记得一个叫吉姆埃瑞特的人吗 今天在这里谁记得吉姆埃瑞特呢 我认为很少 吉姆埃瑞特是一位年轻的传教士 许多年前 他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负担 我想你可能会称之为部落丛林 少数民族 在厄格多尔 在许多年前 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 有那些人接触 这些人与世隔绝 他们开始联系 以便他可以跟这些人分享福音 在他们之前的一次旅行中 吉姆和他的四个朋友 面对面的 接触到这些人 他们被杀了 杀他们的是 想与之分享耶稣的人 吉姆是第一个被杀的 当时他29岁 他为耶稣全力以赴 他没有认输出场 他和其他人的死 迎来一个充满热情的 去接触这些人的时代 实际上有更多的人来了 包括吉姆的妻子 和其他人的妻子 靠着上帝的恩典 这些人为了耶稣基督如同一人 吉姆埃瑞特说 无论你在哪里 要全心投入 只要你相信 那是上帝的旨意 在每一个处境当中 你都要全力以赴 如果你相信你今天还活着 是因为上帝的旨意 那显然是真的 这是主所定的日子 你和我总是在执行使命 让我告诉大家一个年轻人 我们的门徒小族长 这不是他 这只是一幅象征性的图片 他是我们的一个门徒小族长 在亚洲某处的一个国际分会里面 有一天他在一家餐馆里 在这餐馆里有两个服务员走进他 令人惊讶的是 这两个服务员 正试图让他改信他们的宗教 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 在世界各地快速增长的宗教 我认为我可以客观地说 对基督教不友好 这还是我轻理说 所以这两个服务员试图让他改教 于是我们的小族长在国外 他倾听并跟他们交朋友 并且他学到了一些东西 这两个家伙 他们也是来自另一个国家 也在我们的门徒小族长所在的 那个国家工作 他了解到他们内心最大的渴望 是学习英语 所以显然他们的英语 他们的英语不怎么样 所以他了解到他们想学英语 他说我会教你们英语 我会为你们腾出时间 我会教你们英语 你知道他们一起做运动 他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他教他们英语 才能用的教科书是什么 哈利路亚 所以他用圣经教他们英语 你们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对吧 这两个家伙都信了耶稣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基督 但是 是的 请继续 但是等一下 还有更多的 其中一个服务员 回到他的宿舍 跟他的室友分享 关于耶稣的事 室友打了他 但他 没有报复 不久以后 这位室友 把他的生命献给了耶稣 另一个服务员 先不要鼓掌 等一下 另一个服务员 告诉我们的门徒小组长 我有负担 我想回到我的祖国 我想和我的家人分享耶稣 他说 你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旦你这样做 你就会被你的家人否认 他说 没关系 我想让他们认识耶稣 他们想为耶稣竭尽全力 哦 现在给主 献上掌声为祭吧 真奇妙 所以各位 不要认输离场 要全力出击 让我们回到经文 第二天 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撒利亚 凯撒利亚就像是去耶路撒冷的入口 是人们登陆的地方 然后从那里往上行 进入耶路撒冷 就进了传福音的菲利家里 他是那七个知识里的一个 你们还记得这个人吗 菲利还记得吗 上帝曾说食物的分配有问题 十足行传第六章 上帝说要拣选七个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来为会众做服务员 其中一个是菲利 另一个 当然是 还记得吗 斯提反 请想象一下 这次会面的戏剧性 保罗见到了传福音的菲利 他是那七执事之一 菲利到底是怎么回到 他原来所在之处的 这有点像是几十年之后 遭遇逼迫门徒四散 菲利到底是怎么到那里的 然后顺便说一句 这里说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他是怎么到那里的 所以你们还记得那次门徒四散 对吧 菲利就是那个在各地 分享福音的人 上帝告诉他那条通往加萨的路 往南走 那是一个空旷的地方 那是他分享福音的地方 并为埃塞俄比亚太监施洗 菲利之所以到那里 你们知道 他到处去 又是因着扫罗所开始的逼迫 现在第一次想象一下当时的戏剧性 菲利和保罗见面了 想象一下 菲利对保罗说 斯蒂凡是我的朋友 保罗说 菲利 我为我所做的事情感到难过 你愿意饶恕我吗 菲利说 当然了 保罗 你是我的弟兄 于是他们相拥而弃 上帝充满恩典的工作 真是奇妙 这么多年后 让这两个人走到一起 然后保罗非常激动地得知 不仅是菲利在为耶稣全力以赴 甚至他的家人 也在侍奉上帝 他有四个女儿 都是处女 是说预言的 我们不会去深究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重要的是 他们正在运用上帝所给他们的恩赐 让我跟大家讲一个叫约瑟夫的人 约瑟夫来自CCF 他和他的妻子多年以前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在他们被邀请去参加查经班的时候 他们门宣的这些孩子 他们成为了一个小组 约瑟夫有一段时间 实际上是在负责我们CCF主堂的引作 或接待施工 在45岁的时候 约瑟夫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 正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 也正是他的事业 家庭生活 和事工的高峰 他在45岁时心脏病发作 所以我们回到 我们起初的那个问题 这值得吗 主要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是现在 我要追求你对我人生的旨意 所以这值得吗 如果你问约瑟夫 你认为他会说什么 当然是值得的 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 他已经完全康复了 他和他的妻子 正在我们的一个分会服饰 他的两个女儿在CCF主堂这里 待敬拜 他儿子在现场制作组 做志愿者 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做工的 他会改变人的生命 所以今天的讲道信息是 不要认输离场 要全力出击 再看最后几节经文 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 从犹太下来 到了我们这里 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这手脚 说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 同样的信息 圣灵注意 圣灵没有说不要去 圣灵只是说会发生这样的事 亚加布作为先知 有着相当不错的记录 回顾一下 十章之前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顺便说一下 这发生主后46年 这是到克劳蒂年间果然有了 这是为什么他们实际上可以通过 圣经以外的来源确定年份 这是为什么耶路撒冷基督徒在受苦 因为有大饥荒 这是为什么保罗给他带来了一份经济上的礼物 这一切都联系在一起 但是你我知道保罗在遵循耶稣的旨意 其中一个原因是 如果你再往前看两张 那时候扫罗在去大马士哥的路上 刚刚遇见耶稣的时候 他眼瞎了 他正在祈祷 上帝让这个名叫亚纳尼亚早期信徒去见扫罗 他说主啊 我不想做这事 他是个不祥的消息 不 他在他的生命中做了某些事情 所以主的亚纳尼亚说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 快进到我们现在的位置 第21章 让我问你们 扫罗已经有机会向犹太人传福音了吗 是的 但他还没有完成 他能向外邦人宣讲福音吗 是的 他还没有完成 哎呀 这是什么 好 各位 真是奇妙 在上帝至高计划中 在第24章 他将跟巡抚菲利斯分享他的见证 在第25章跟巡抚菲 第二十个亚纪帕王 上帝把保罗的一生都安排好了 我能否 你们是那种人吗 当你正在读一部神秘的小说 一部激动人心的小说 你迫不及待的想看结局 于是你有点作弊 然后你想知道 谁是真凶啊 我能否给你们看《使徒行传》的最后两节 只是为了向你们展示上的至高主权 当我们遵循他对我们人生的旨意是 他是多么的奇妙 这《使徒行传》的最后两节 就是他保罗 要记得 人们之所以会说 也许那时他不应该去耶路撒冷 结果他的余生被捆念束缚 大部分时间都像囚犯一样 最后一小段时间他被释放了 正在请看上帝的主权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 凡来见他的人 他全都接待 他不必去任何地方 人们来找他 放胆传讲上帝的道 将主耶稣就是教导人 并没有人 没有人禁止 上帝是不是很奇妙 你们知道这让我想起了什么 只要上帝有什么事情 要让你我在这个地球上去做 我们就是见不可摧的 因为只要上帝还有什么事情 要让你我在这个地球上去做 我们就是见不可摧的 但是一旦完成 我们就回家了 这是为什么保罗说 我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 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现在连路加医生都在做这事 这就代词是我们 所以他加入这和尚 保罗再次求你不要去 不要犯傻 我不知道他们还对他说了什么 求他不要去 然后保罗回答说 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 是我心碎呢 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 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 意思是说 各位 如果你们真的爱我 这只是我的话 OK 如果你们真的爱我 请不要这样 让我为难 你们知道 这是上帝要我去做的 我知道 我爱你们 我不忍离开你们 但我需要去做上帝要我做的事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并不容易 其困难程度 难以尽数 但上帝已经让我准备好了 我最喜欢的人物 或者具有鲜明个性的人 来自美国内战 一个名叫石墙 杰克逊的将军 这实际上这不是他的真名 但他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 那是因为他有着巨大的勇气 在枪林弹雨中 他常常屹立如石墙 好吧 让他向你们解释 这就是他所说的 我的宗教信仰 他是基督的忠实追随者 我的宗教信仰教会我 让我在战斗中感觉像在床上一样安全 上帝知道我的死亡时间 我自己不关心这个 但要时刻准备着 不管他在哪里可能追上我 所有的男人都该这样生活 然后所有人都会同样的勇敢 当我们快结束时 让我们告诉你们一位金的 名叫金的年轻女士的故事 金来自CCF 好 我来讲这故事吧 金在2011年被诊断出癌症四期 因此他不能再去工作 他没有了收入来源 上帝通过信徒小伙伴供应他的需要 他有过无数次住院 化疗等等 他实际上和我妻子一起服侍 在一个帮助或服务癌症患者 及其家属的事工中服侍 金大约在五年前去世 他为耶稣解尽全力 让我告诉你们几件事情 是他在跟我妻子同工的过程中 告诉我妻子的 这些是大概的引述 金说我不需要被治愈 才能喜乐 我不应该羡慕那些 被上帝奇迹般治愈的人 我应该为他们高兴 我的妻子问她是什么 让你坚持下去 金说当我面对面见到耶稣时 我就会完全康复的 当我永远与他同在时 我就会完全康复 但是当我在地上时 带着他赐给我的力量 无论他赐给我多少在世的时间 我都想服侍他 金犹犹永恒的视角 就像使徒保罗一样 保罗说 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 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 使徒保罗说 你们就是我的喜乐 我的冠冕 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请看他对贴草罗人家人说的话 这是他的永恒视角 他在期待见到耶稣 他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 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你们在他面前站立的住吗 因为你们 我的弟兄姊妹们 是上帝所改变的 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和喜乐 为耶稣竭尽全力是什么意思 为耶稣竭尽全力意味着 不断的追求上帝对你生命的旨意 在试炼中不断信靠上帝 不断为你所爱的人和朋友祈祷 无论他们如何背离福音 不断向人分享福音 不断的带领你的家人做门徒 不断门讯其他人 不断保守你的心 你的行为 你的见证 不断的被圣灵充满 坚持认真负责 不要过双面人的生活 总之不断的爱耶稣 爱人 今天讲的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解是这样的 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诸了口 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这里说他们沉默下来 我可以想象这情形就像是 一声叹息 愿主的旨意成就 但保罗曾说过你们要效法我 如同我效法基督 从前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 他说这话是为了你们 耶稣为了我 于是离开他们又扔一块石头那么远 跪下祷告 说父啊 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耶稣没有认输离场 你们不感到高兴吗 他全力以赴 为你 也为我 我们低头祷告 如果你今天早上在这里 你受到试探想要认输离场 或者你可能才想 只是给自己的基督徒人生 放个假 做点我自己的事 不要被欺哄我的兄弟 我的姊妹 因为在基督徒的生命中 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这是值得的 但如果你今天早上在这里 在你与耶稣的旅程中 你知道你甚至还没有迈出第一步 意思是你不认识他 你还没有认他作为你的主和救主 你能不能安静而谦卑的 从你心里向他祈祷 告诉他 主耶稣 我想要属于你 我想要认识你 我想要能够说你是我的主和救主 所以今天早上 我敞开我的心扉 把我的生命给你 我悔改我所做过的一切愚蠢的事情 我承认我需要你的赦罪 我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 愿你来住在我里面 把我改变成 你想让我成为的人 甚至成为一个器皿 来帮助人认识你 我祈祷 你能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认识你 父啊 我们为了使徒保罗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 他为了你的儿子耶稣的生命 而感谢你 正如我们今天早上所做的 主要帮助我们 仅仅依靠你 不管发生任何事 都相信我们 会看到你的恩典 你的帮助 你在活人之地的祝福 最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最好的还在后头 我们散开离去的时候 求你祝福我们 我们奉耶稣的名祈祷 你所有的子民都说阿们 阿们 愿上帝祝福大家